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中国东部战区公布了越海杀器专题海报 其中呢,炸弹卡车殲-16里边 你仔细看,它挂载的一个导弹 其实有一枚叫霹雳17 这也是首次公布霹雳17远程空洞导弹 这应该是官宣了 你看从这个外形看 有殲16挂了三种物动型号 有这个霹雳8进程的空洞导弹 有霹雳17远程空洞导弹 还有鹰机91反辐射反箭导弹 三种 这也是霹雳17首次 当时这个霹雳8是挂两枚 霹雳17是挂了四枚 鹰机91挂了两枚 你仔细看 咱们还是介绍过这个霹雳17 这个四枚超大型的霹雳17远程空洞导弹 它的弹劲要小于鹰机91 但是弹长跟鹰机91差不多 甚至还要长 其实霹雳17不是首次曝光 咱们去年就曝光了 霹雳17当时是歼16挂在 有一个专门图 咱们专门介绍过 去年中国就曝光了 两架歼16挂了有一枚霹雳17训练弹 霹雳17尺寸要比霹雳15大得多 霹雳15外貌曾经在珠海航展示过 弹劲应该是203毫米 由于这个长度大概是4米左右 所以霹雳17尺寸要大得多 你可以想想它这个 歼16炸弹卡车名不缺乏 霹雳15的射程按外贸版的标注是145公里 自用版估计在200公里左右 霹雳17多远呢 根据美国战区网站分析霹雳17的射程超过了186英里 300公里 这300公里就不是打你台湾的吗 这是打琉球打日本的吗 太明显了 等于是超过了美国研制的AM260那个射程了 300公里 美国现役的AM120D最大射程在180公里 为了应对中国的霹雳15 美国加紧研制AM260 它射程跟120D差不多 最大射程是260公里左右 但是没想到解放军的PG-17比它还要远 300公里 俄罗斯的空空导弹R37M 它弹长是4.2米 弹径0.38米 最大说能打400公里 但体积对比看 PG-17弹径接近于R37M 但长度上要更长 如果俄罗斯能打400 那么我们至少在500了 咱们当时讲肯定是500多 所以现在看着美国人猜 可能这个弹就不是对付台湾的 这打什么目标呢 就打预警机 咱们说打这么远 就不是打你台湾岛那点小破飞机 咱们用火箭弹就行了 咱们打的目标是E-2 这种预警机 美军和日军的预警机 包括你的加油机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目标 由我们加日零前出 获得战场态势感知 之后就制空 然后由我的炸弹卡车来进行巡监 另外解放军今天还公布了 轰流前出岛链 进行演练的视频 我觉得这个视频终于放出来了 其中整个演练重头戏不就是轰流吗 轰流出岛链实际就是对付美军 对付台军我觉得有咱们鸡狗战 有鸡狗战基本上没什么悬念了 我们广告啊 我们的鸡狗广告啊 想烧 对吧 你想玩烧烤 还是想玩 劈啦啪啦劈啦啪啦啪啦的 想打几个洞 我们都可以玩啊 猜点你一点 我们鸡狗都可以 我们可以放火的 我们可以啪啪啪打枪的 我估计给他带一个钻头 拿大皮鞭那一拴上 啪啪啪拿皮鞭打 他只要转就行 皮鞭打 能不能打死你 你想玩这个虐待也可以 我们打台独我们有招很多 真不用人打了 以后这机构就在那转就行了 啪啪啪大皮鞭那轰 啪在墙上 说审讯犯人拿机构 那轰 二次要轰 那哥们儿能受了吗 当然这是一种酷刑啊 我估计是中国 是中国不会用机构干这事的 但是俄军估计拿到机构 可能可能想法是差不多 那这次我们展示的 其实已经非常全面了 这次我们紧急出动 在雨中官兵迅速完成战车出户 弹药装填战机机斗 抵达预定空域 台岛周边海域舰艇 高速机动 隐蔽接敌 战区指挥中心 是统一指挥下 对海上边进行模拟打击 另外东部战区组织巡航 我们的轰-6编队已经启动了 现在看 这就是一个立体打击方案 就是绝不是光打台湾 另外的东部战区 公布多种联合打击 3D虚拟话 虚拟的视频 我一定强调 现在解放军和台军在这对抗 其实一定要从连贯的 这些所有东西都连贯的 就是从中美对抗这个角度 中美对抗也要从中美俄三家博弈上 尤其是中俄和美国的博弈上 美国是霸权 实际上 你看 蓬佩奥就在520去了台湾 他是什么意思 美国 美国人其实很会玩 从蓬佩奥时期 他实际就搞的是什么 是同时击败中国俄罗斯 玩的就是这个战略 就是川普那个时期玩的 蓬佩奥其实是在国务卿任上 其实和博尔特 就是那个布尔顿 一起搞的就是 同时打压中国战略 乌克兰战争确实改变了美国人思维了 俄罗斯出现了非常完全的局面 经济上稳住阵脚 所以这个时候全球南方国家都发现什么呢 美国人会不会去拉拢俄罗斯呢 他们都担心这点 俄罗斯需要中国军援 但是不依赖中国的军事援助 现在看中国也非常明白 通过军事援助称俄罗斯 可能承担和美元脱钩的一个风险 但交流经济交流完全可以承受 我们不军援俄罗斯 但是经济交流可以 这个是不是就是美国人现在没想到的 他现在就是中国真的不能援助他 但是我们可以跟你来进行经济交流 这种交流实际是什么呢 是互利 你可以派人来我这学呀 没问题 我记得台湾这事儿啊 我一定要强调 很多外国人想要去这个到中国留学 我建议你还要上黑龙江 毕竟这个普通话标准 你去其他地方 学不了标准普通话 到黑龙江 哈龙那是真的能学标准普通话 很多人其实都没明白 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找中国留学的地方 能源出口俄罗斯的经济命脉 但俄乌战争现在看 他应该是必须要 必须要尽快找到新的买家了 中国当然是最大需要了 所以西方现在阻止 中国和俄罗斯合作了 中国人口比欧洲多一倍 就算你欧洲加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话 实际欧盟人口也只有4.5亿 中国人口 你可以想想中国消费的能源 是远远远远 现在 未来趋势是远远要超过欧洲的 所以俄罗斯和中国合作 实际是大势所趋 你想怎么追赶 你人多吗 你不多呀 人均GP在上以后 中国的能源需求是远远不断 管道可以建 对吧 我们现在看担心的实际就是地缘 地缘西伯利亚2号走蒙古 我们现在就让蒙古赶紧加入上河 我假如您可以出军 中国出口俄罗斯汽车 一般的工业品 其实西方不在乎 西方最大的在乎的就是它的市场损失了 对乌克人战争 俄罗斯国力其实也没有太大影响 但是中国出口的数控机床 芯片 这就是西方担忧的 中国的数控机床 一直是他们嫌弃 但是现在看 中国数控机床产量是世界第一 也已经构成了 咱们说一个在世界上有一定地位了 俄罗斯它现在应该是急需中国的一些装备 这个数控机床 说中国向俄罗斯出口应该在爆发战争之前有650万米 但是23年7月 这个数字直接变成6800万米 翻了接近小十倍 芯片是不是一样 俄罗斯急缺这些东西 包括这些 红外引导头 这都是需要芯片的 中国可以做的就是悄悄帮俄罗斯实现一个 你的这个 再造 实际就是跟中国打完超越认证一样 帮助 俄罗斯帮助中国搞这个义务计划 对吧 技术 器材 对吧 关键技术 器材 你够用就可以了 然后 中国可以帮助他搞 你人才上我这学就可以啊 我尽管不把我的专家送过去 但是你可以上我这学啊 这就是中国现在做的 所以美国人也是无可奈何 难道你不让中国和俄罗斯进行人员交流吗 你怎么知道人家学是什么 黑龙江航呢 未来一定有俄国啊 未来重要啊 国家栋梁啊 所以这个 你可以看啊 这就是中俄啊 这个长期要搞的 但这种东西美国人最担心 中国这种联盟 他美国人啊 包括那博尔顿 蓬佩奥 其实急于就是 现在要撇清跟俄罗斯关系 就是转变了 美国已经走上了一个 就是打压俄罗斯这条路不能断了 对吧 他这个这条路已经走上了 那么下一步要跟 要跟中国要干 中美俄之间呢 这个 弱势啊 其实是 是美国现在 他强拆中国 现在他已经没能力了 克林亚这个 克林亚战争期间 其实这个 一直到川普时代 俄罗斯是 把自己看的和中美是平起平坐 但是现在看从 这次普京到人民英文纪念碑 献花圈 可能咱们也能感受到 他已经不再把自己和中国和美国 放在同一水平了 他来求中国的东西 他的留意生到中国来学习了 你可能感觉不到啊 但是真正在俄罗斯的 还待时间长的人能感觉到 俄罗斯一种非常高傲的心谈 现在看彻底没了 过几年他就彻底没了 俄乌战争确实改变很多 俄罗斯现在已经意识到 中国是他们必须了 这个时候贸易 包括经济 包括能源 科技 全部都是跟中央合作 就是真正的弱是一方 俄罗斯是最弱的 中美和三方 俄罗斯最弱 中美之间还没有决出一个胜负 所以这个时候 俄罗斯已经是最弱一方 那美国是强的 如果中国是一个中间 老二 那么俄罗斯排第三 各方其实这个自我认知已经重新排列了 科米亚时候 俄罗斯认为比中国强了 我远记得那个沈阳 俄罗斯那个大使馆 那个 鼻孔冲着中国人 那非常傲慢的 下边全是中国人 在一个大台阶上 鼻孔冲着中国人 掐个腰 这个非常傲慢俄罗斯当年 其实中国现在看的就是 整个的趋势看 这个 这种演变 就是俄罗斯逐渐的变成了 美国次要敌了 看到了 那主要的就是俄乌战场 美国又没有回旋余地 已经打成这样 不公带天了 对吧 政治代价太大情况下 可以预见未来 他要怎么去对待俄罗斯 既然变成个次要敌 那他首先叫什么 分化你中国俄罗斯关系 那么要引诱俄罗斯 用压力也好 各种引诱也好 就把中国拆散 那中国当然很明白 你美国是我头好敌人 所以引诱中国 踢开俄罗斯 中国也不傻 也不可能 所以现在看 这个 中国踢开俄罗斯 能从美国那得到什么呢 美国现在什么都没给中国 所以美欧的现在不死心 其实就是 有一个最后一个想法 就是俄罗斯和中国 掰 但这个前提在于什么 在于他还自认自己是超级大国 他能够实施他的一些计划 但是你现在所有的都是纸面上 你现在全是纸面上 你真正能控制的东西 可能越来越少 因为你美国未来是高通账 你可以想想能流进你美国东西 是越来越少的 欧盟其实也是在注意 美欧其实非常一直在努力的 破坏中俄关系 但是没办法 中国人又不傻 又低调又不傻 这不上你个当 中国人做的都是性价比的 很少有人去花很多钱 去办那个傻事了 不像印度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从实力出发 我们现在不折腾 这种光荣孤立 让美国人欧这没辙 所以中俄之间 其实不会永远不散 但是我觉得 天下没有不散宴席 但是至少在美国 没有离开世界第一的宝座之前 中国是绝不可能散的 我不说绝对话 但是美国还没有离开第一宝座 它还是世界第一的时候 中俄不会散 你就放心吧 中国还是要继续加强合作 很有趣了 美国拜登讲十年 三几年 有可能美国就真的沦为世界第二了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快要来 再开 点下期待